就是做出三个按钮 清除 然后这边输出这个公式 这个输出的话就是最后的结果 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插入 刚刚的这个使用者定义 特别注意你要先找到使用者定义 这一个类别 里面就有个手期 从这边执行 像之前有同学插入 function 然后一样去执行 像同学之前常犯的错误 就是说他怎么从这边按执行 特别只有 这个动作是错误的 这个执行是针对的吗 Sug 你如果是function的话 不是从上面执行 那怎么样执行呢 特别注意一定要从 游标放这边 插入一个什么 使用者定义 然后手机跳出来 从这边去执行 才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向下填满 好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从上个礼拜讲 入日聚集 再到自己写 再到制定函数 OK 所以这几个阶段 反正以后任何的范例里面 我们都会带到 所以 请各位务必要熟悉 程式其实真的不多 记得就是要写在 Viso Basic里面 OK 然后写在function 所以这个可能要慢慢习惯 把这个Viso说放一下 模组 模组里面就写这些 云端上面好像我 我的程式好像是从4到103 主要是因为删掉两列 那你自己再改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刚刚也发现贴上的 我发现错误 是因为少两列 好 那这个就可以把它先关起来储存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再取其他的范例 请各位呢 在开启范例档文字与资料函数里面 找到这一题 开头151的这个瓜糊中的字串 这个部分 的范例题 那一样 第一个 A栏是资料来源 B栏是我要得到的结果 那B栏的话你会发现 其实主要是把瓜糊里面的字怎么样 放到这边来 OK 答案在那边有啦 不过请各位把这边删掉一下 也就是说将来如果你工作里面会遇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希望把这个瓜糊里面有的文字 帮你把它放到A栏里面放到B栏里面 那但是记得不是用土法链刚好 当然我知道有很多同意是点两下 然后Ctrl C Ctrl V 点两下 Ctrl C Ctrl V 是也可以 但是问题资料量如果现在是10笔还OK 可是如果是1000笔 1万笔 甚至100万笔 那你还可能这样吗 但绝对不可能啊 OK 你一定做不完 所以你一定要想出办法来怎么样可以刚好怎么样把你的瓜糊里面的字 放到这边来 而且当然有几个步骤啦 第一个也许我们用函数 有哪些函数 OK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再进化写VBA好了 那你也可以录制聚集啦 不过我是觉得像这种东西录制聚集好像 其实我后来发现录制聚集的阶段真的是没有想到 更好的办法就是采用录制聚集不然的话理论上还是自己写VBA所以待会我们会先做如何用哪些函数 再来的话把这个做好的结果再用VBA写一遍看看 怎么写啊 所以第一个 可能要想一下 所以第一个你可以插入函数 那用哪些方法可以完成 这边提示一下文字类的函数 首先的话我要找什么 找这个钱瓜糊的位置 因为我要从钱瓜糊位置找到之后的下一个字 从D嘛 D开始 三界冠军 再找到后瓜糊的位置 有没有 把这个中间的字帮我搬到这边来 这个逻辑大家知道 只是说第一个你可能要什么 fine函数 Fine什么 fine钱瓜糊 fine之后他会告诉你 你钱瓜糊在哪一个位置 所以他会跟你讲说我在第三个位置 那可是我要从第四个字开始 所以你特别需要第二个你可能 fine之后你可能要再加另外一个函数叫MID 这个叫MID MID的函数 意思说我要从 这个里面的哪一个字开始 跟他讲我要从第三加一 第四个字开始 到 他会问你三个问题 哪一个出尊格 这个出尊格 从第几个字开始 从第四个字开始 要抓几个字 45678 那你要给他总共几个字 那这样就OK了 不过还有另外衍生出来的问题 有些有瓜糊 可是有些没瓜糊 如果没有瓜糊 特别重要 如果你用fine函数 假如你fine钱瓜糊 没有钱瓜糊的话 他会出现错误 什么错误呢 错误一定是紧开头 紧value错误 value什么呢 意思说你给我的资料不对 你不是叫我找钱瓜糊 可是你给我的东西没有 没有这个钱瓜糊的讯息 那会发现说 所以特别说fine 你可以用fine fine的话 他会 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 fine test 找什么 找钱瓜糊 所以你先打个钱瓜糊 移开的话 因为test他会自动帮你加前后双一号 OK 去哪边找 within 去这边找一下 我是经营练习的话 从 第三列 不要从第二 因为第二列没有钱瓜 一定会出错 然后呢 这个时候star number 从第几个字开始找 我就 如果空白的话 表示从头找 从第1个字找 他跟你讲说 3 有没有看到 3意思说 我找到了 在第3个字 有没有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第3个字 但问题来了 如果说我今天 往上填满 放开的话 他会出现什么 特别之后 只要是紧开头的话 这个就表示 Esser里面的错误 什么错误 Value错误 Value就是你给我错的资料 OK 怎么办 那我们就出现错误 那往下填满 有啦 可是问题我们还没做完 所以请各位想想看 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 找前刮吾 找后刮吾 第二个问题怎么样把它切 到这个 要的 这那几个字 再来如果有错误的话 如何解决 所以会用三个函数 Find Mid 最后去掉这个 错误讯息 有一个叫 ifl 他会把 错误讯息给拿掉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请各位开启 151这个 范例 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方法 快速的做 当然这个公式是我想出来的 如果你要有更好的方法 其实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 活用Excel里面的函数 如果有这个函数 那你就可以把 你的工作快速做完 这个第一个 如果里面有 对应的函数 那怎么把 刚刚讲的三个函数 Find函数 Mid函数 把它串成一个公式 那当然最好的 解决方案是 你赶紧自己写个 制定函数吧 给他一个 储存格 他给你 有没有刮壶 有刮壶 把刮壶里面的资料 帮你带过来 如果 你要写这个 制定函数的话 就刚刚讲的 VBA里面 所以你可能要 制定这个函数 还是要写 VBA 可是VBA要如何撰写 OK 待会的话呢 我也会跟各位做说明 反正我们按部 第一个 想想看 用哪些函数 解决这个问题 是最简单的 OK 试一下